陈伯维罢免案倒计是两天 据台湾报道 民进党明代许志杰20号邀请高雄市议员黄杰等人 原打算今天共同到庙里 为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灾事故 和陈伯维罢免案祈福 两个事件绑在一起遭到外界质疑 国民党炮轰 这是对死者极为不尊重的表现 据了解 民进党明代许志杰原本打算今天邀请高雄市议员黄杰等人 共同到庙里为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灾事故祈福 在发出的采访通知里 有民众发现 竟然还包括为陈伯维案祈福 消息爆出立即引发外界质疑 迫于舆论压力 许志杰取消了今天的祈福活动 不过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涛还是怒批 这如何对得起不幸丧生的46条人命 对死伤者更是极为不尊重的表现 随着罢免案宁静 陈伯维阵营 日前剪辑他在质询时的所谓十大好球 希望让外界知道 陈伯维在台立法机构的表现 国民党今天随即召开记者会反制 其中肇事逃逸 谎话连篇 护航莱猪质询等都登上热搜榜前列 国民党指出 支持罢免不是仇恨动员 而是为了抑制陈伯维撕裂社会的仇恨言论 相较上次蔡英文力挺高雄无党习议员黄杰的力道 此次蔡英文与桃源市长郑文灿等民进党高层都不敢大力挺陈伯维就是因为心虚 不敢为陈伯维的所作所为背书 昨天蔡英文讲说他希望他们党公子持续关心陈伯维 做出冷静的选择 这个跟蔡英文在挺黄杰力道是完全差很多的 当时蔡英文在挺黄杰的时候是说一定要保住 而且要请民进党一定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那现在陈伯维难道是不是年轻人吗 为什么蔡英文他讲话就是很虚弱无力 这一段时间来讲话就是很虚弱的